这是宋志出的解约合同 已经敲了TT的公章了 你签字就可以 你是怎么办到的 工对工 和TT好好谈生意 就谈成了 你和安奈达的敬业协议 我找律师咨询过了 解约费打到二十万 这笔钱我们腾月出 你觉得怎么样 你做这些事情 都没有跟我沟通过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我会选择腾月 我记得 你小时候很喜欢 穿腾月的鞋子 而且还经常画腾月的鞋子 难道你不希望看到 这个品牌 因为你的设计 重新回到市场上吗 江湖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你打这种情怀的套路 会不会有点太幼稚了 我还找唐雅 谈了你流动的盛景的设计版权 我希望腾月可以生产流动的升级 我等你到明天中午 明 明天中午 你考虑好之后 如果愿意加入腾月 这将会是你第一份工作 你疯了 江湖 你疯了 你俩正在设计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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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你疯了 我看你学校 你疯了 又是你疯了 我疯了 你疯了 小猛 想必大家跟我鳥哥一样好奇 乔恩在黑股市场 股价动荡的上春雅籍 还有前不久刚出现质量问题的 腾越一级张台新闻发布会 让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今天由我鳥哥在现场 给大家直播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非常多人 现在这个情况都到位了 各位 最近我们上春雅籍的管理团队 因为营销上的失误 造成了股价动荡 给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了恐慌 对此我们十分地抱歉 对不起大家了 上春雅籍的股市 在今天开完以后 就应该会上升两个点 到今天晚上收盘呢 股市就会稳定了 股民们也会停止 恐慌性的抛售 及时吃损吧 我也发现 华文海和曹靖 还有其他股东们 应该已经停止抛售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们徐总在前几天 就和他们两个杀了过了 说服他们停止抛售股份 保证上春雅籍的健康发展 而且昨天呢 徐总又和他们两位 一起收服了杜老师 和其他的股东 包括收服他们和滕岳合作 也是我们徐总亲自去聊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徐总 平时脸酸最多 但其实呢 让他的投资原则 就是大家一起供应